小孩都在教育中 什麼回事 因為回憶別打孩子 就是教育的就行了 你知道吧 小孩聽說這是教育的 別打的 打的不領用 我們就是講道理 剛才孩子說 不想讓家人的 我說家長是你家人 家長知道以後 幫助你更好的做事 我說這個事不算大事 但是帶著麻煩人就是挺大的 回憶跟講道理都不要打 回憶跟講道理都不要打 我們當時也不知道是採泥 像麗芸之類的 都剛剛像膠一樣的東西 也透不出來 非常非常著急 其實樓上有人說 我們真的作業有多久 不然又說要別的作業有多久 我們沒有想到是小孩子做的事 好好地寫個日記 好好反思反思 今天做的事 可能一號一天做的事 都不是好學生做的事 好學生都不這樣幹 老子都教育做好事 這樣給人家帶來多大的爬子 很多家長聽說的孩子 很多家長聽說的孩子 他就非常暴躁 如果家長要經濟把握成這樣 就要打開去 就要打開去 我也是讓民居 就讓民居 就讓民居不要著急 這個事兒的 本身沒多大 如果處理不好了 一個是傷害的孩子 他做這個事 他也許沒有惡意 孩子經過在健康中 不能被食要的忙 不能被鼓鼓 一號一聲 這樣給人家帶來多大的爬子 你知道嗎 可能這樣過 以後還能讓他帶一集玩過 其中一個小孩 媽媽先過來了 另外一個小孩 他爸爸一直聯繫不上 打不動電話 就很晚才來 就是他媽媽先拿那個牙籤 還什麼那個鋼絲 什麼的東西 就幫忙清理 清理掉那個 所有人裡面的那些 您就是上去一戶一戶 清理掉 警察過來之後 讓他家長來了之後 簽了一個字 然後就把小孩領走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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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